現在初次發酵已經完成了 這個是留在麵包機裡面發酵 它已經漲到差不多三倍大 兩倍大就可以 我先把它拿出來 這是麵包機的頭 把它分成四等份 四等份 差不多是 一千一百 三四 差不多一千 你要正正這樣看才看得到Number 差不多兩百 五 四 三 四 二 八 三 四 八 三 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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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67 27 我先看看 27 在偷吃 可能有一點發酵過度 278 什麼味道 酸酸的 嗯 黏黏的 吃還好吧 好 這樣差不多 混成四點份 這個麵團有點黏 這是 帶蓋的烤絲膜 所以我現在把它放進去做最後的發酵 太黏了耶 好 太黏了我就 用手來弄 下面 這樣等分對折 然後再把它 折起來 就可以放進去 最好是能夠用這個 但是現在已經 可是麵團的水分比較多 等一下 刮粉 刮粉可以關注我們 把麵團拿起來 放進去 好 這兩個 然後發酵 等發酵好了之後 我們會再來拍攝 然後看一下烤出來的情況是怎樣 要把這個氣泡削掉 沒有非常一樣的大 現在我們就要把這個吐司蓋蓋上去 這邊的濕度是很低 但是我發現蓋上吐司蓋還是發酵得很好 蓋上去就不用再管那個濕度 今天的濕度是57% 溫度是65度 華氏65度 大概是攝氏的25度 好,那等這個發酵好 這個就放進去 它當發酵會漲起來 然後它會往這兩邊漲 然後會往上漲 通常漲到它90%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烤了 好,停下來 停下來